朋友们做了两年多的乒乓球自媒体 在我们的城市当中 仍然还有很多高手没上过我的视频 屏幕远端穿黑色衣服的这位选手 名字叫王楚 他是本次视频的主人公 屏幕俊端的这位选手 是来自东方学院的任春林老师 王楚这位选手 原来的积分是很高的 能达到2300多分 是比较典型的学院派的代表 朋友们看王楚的一朝一世 以及他退台以后的致命绝杀 足以证明他的水平 王楚发球直接得分 这样就2比0赢下了任春林老师 那么接下来王楚对面的选手 是来自双崖山的张紫阳 张紫阳这位选手反手是长交 正手是反交 反交的一板爆冲 非常的干脆 王楚是发球以后 就是一板爆冲斜线 朋友们看张紫阳这个发球很特别 是在反守位用背面发球 王楚的回合球打得很有耐心 张紫阳是做好了法拉的准备 随后再衔接一板 张紫阳这位选手很年轻 果然有一种年轻人的猛劲 王楚发长球 长交一颗就一板爆冲 这也是水平高的选手 打长交的一个特点 王楚接发球反手爆水 他的这板球目前在我的视频当中无敌了 也是很轻松的2比0就战胜了对手 接下来我们看一场黑龙江省职机关乒乓球赛的决赛 穿蓝色衣服的是一位专业退役选手 名字叫江永强 他是直板正交 他对面的选手就是王楚 实际上这场球是省队退役和学院派高手之间的对决 专业的正交选手就是一板接着一板拍 江永强是左推右攻的打法 朋友们可以看到王楚打的异常兴奋 面对这么强劲的对手 不拼是肯定是不行的 这板非常稳的拉掉 江永强打回头出界了 又是发球以后的一板爆撕 只一比五拿下了第三局 朋友们看王楚的反手太厉害了 这是我见过业余球赛当中最暴力的反手 相持当中江永强一板发力推 这个接发球在判断上可能没想到这么转 王楚接发球拉起来 随风再来一板爆冲 发球直接的翻 这板球防得漂亮 两个人继续打相持 王楚的这板上部拉球漂亮 场上比分10比5 江永强发球以后一板发力推 接发球直接上手10比7 王楚发了一个下旋球 直接得翻 这样王楚就获得了冠军 请您关注一封系组 关注官方的直版展坟宝 B10号 咱们下期再会